我想强调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已经多次强调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 美方有关议员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将采取坚定措施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